主位法师 主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第十六页 经本第十六页 从第二行看起 智慧广大 胜如海 内心清净绝成老 超过无边恶趣门 速到菩提旧境岸 无名贪嗔皆永无 获尽过往三美丽 我们看着一首半计 这是法葬 法愿 他的大愿里头 前面一手机 一开始 愿的请进声 法印普及无边界 以戒定会大法 以进进门 来宣扬 他的法门 引导众生 通达圣圣为妙法 接着 法愿 先求自觉 我度众生的愿 活着是法了 先发愿 再成就我的得恨 四红誓愿里头 你看 众生无边誓愿度 然后才烦恼无尽誓愿段 前面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先发了大愿之后 再来实行 如何让我度众生这个愿 能落实 我要得佛亲近身 我要法印普及 我希望是以戒定会经进门 领一切众生 通达圣圣为妙法呀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自己先求证悟 这一首伴计 就是法杖比丘先求自觉 大家看经文 这是他自己的法愿 愿智慧广大深入海 就是像大海这样神的智慧 谁的智慧能够广大深入海呢 成佛 只有到原成佛道 咱们这个智慧才真正完全改善 内心清净 觉成佛 成佛 指的就是烦恼 你要开智慧 就是达到清净心先前 所以 念佛了 我们要念到油智慧 你就先要念到得清净心 法杖发愿要由深广智慧 那么内心就要断除一切的烦恼 超过无边恶趣门 这个恶趣就不单单指的是三途恶道 如果在六道里头来看的话 三恶道是恶 三善道人 看三恶道 你这是恶趣啊 那如果是给阿罗汉辟之佛 看咱们六道 你纵然升天 你纵然人道 也叫恶趣啊 如果让大菩萨来看十法界 你十法界也叫恶趣啊 所以他发愿说 超过无边恶趣门 要到怎样呢 才能够把这恶趣门通通都超过了呢 第一次要说的 素道菩提究竟案 菩提究竟案就是成佛 只有成佛 那才叫究竟 那法藏法愿 断绝 信中的成佬 来达到甚广的智慧 实法界里头 要超越 要超越 只有超越了实法界 对原成佛道这种事情 那才叫恶 这就是他发愿 他发愿 自己在道业功课上 这样的按部就办 下面再说 无名贪嗔 贪嗔 都没有 这个贪嗔 贪嗔痴 贪嗔痴指的 是六道十法界里头的烦恼 没有了 贪嗔痴没有了 还有没有烦恼呢 有 入一阵法界 那个威惜烦恼 叫无名烦恼 一阵法界里头 四十一个位置 从破第一品无名 你进到原教出主位 那么这种无名烦恼 叫根本烦恼 比十法界里头 那分别我执 贪嗔痴 更要威惜的太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 菩萨以洪世功的儿子庄严 天天忙着度众生 断除自己的无名烦恼 断一瓶 菩萨的境界就提升 一阵 把这四十一品无名都断尽了 完全没有烦恼了 那才叫原成佛道 祸尽过往 祸也是致烦恼 一切的迷惑颠倒 尽了 没有了 过 连一切的过失 亡消失了 这个时候现前的才叫散内力 散内是遵守 禅定功夫的境界 那么这两句是说 她发愿 自己下手修行的功夫 一切叹诚吃十法界里头的烦恼 断尽 无名也断尽 所有一切的祸 连这一些过失 通通都没有了 那所讲的 还是原成佛道的 这个目标 那么从你当初一开始 这个修行道上 靠的就是三魅力 靠的就是禅定功夫 这一份清净心 人家断烦恼 咱们由这个清净心做得浮烦恼 那么你看这三句 这三六句 这一首半句 就是法障 就是法障彼丘 他的法愿里头 先求自己的成就 自己得力了 那么才能做利益众生的实验 这也是按着规矩 让我们来学习的 那么这是先法愿自己成就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看他这一首半句里头 法障彼丘 他这一段文 哪些值得让我们学习的 我们进到佛门来学佛 从你最初的无知 不知道什么叫佛法 从听经文法里头 认识佛教了 这才知道 原来的佛法 于原先我所接触到的 那一种宗教的佛教 那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从这一刻开始 你路是走对了 见到这佛门来了 才知道 佛门广大了 修学的法门特别多了 今天浩如烟海啊 千言万语 无非是 让我们看清楚自己今天处在的这个环境 你把这个道理看明白 看明白了之后 在按着佛陀 再按着佛陀引导我们修行的方法 让你去做到的 让你去做到正物 所正的境界 不过是 不过是回过头来 证明 我从世主那边听到的 也是这样的 首先先让你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十足的信心啊 所以从修行法门里头自己去磨练 是接受这个挑战 也就是 在这日常生活云云众生里头 也从咱们的齐心动念 从我们的行为造作 自己遇到的 人家夹在我们身上的 无一法不是佛法呀 只有自己在这一些人世里头 咱们看到了自己亲身经历了 接受这个磨练了 把你的忍如波罗蜜 把你的精进波罗蜜 给磨练出来 忍如 道上 你才能尝命啊 什么意思呢 你看 凡是在修学道上 被人家考娘考就倒下去的 这个叫做没有忍如 没有耐心 都还没看到什么叫做菩提大道 你就阵亡了 所以你要先有忍如功夫 挨得吃苦 这修行道上 合理的叫训练 不合理的叫磨练 你没有经过一番的磨练 你就像磨练 你就像温室里头的花朵一样啊 不堪一击啊 所以就要在我们的人世里头 你每一天接受这样的训练 六足所谓的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啊 你要真明白这一段话之后 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人生 再看自己眼前 一切的人事物 虽然我们还没有像那些独觉一样 黄花落叶 无非般若 但是至少对自己眼前 我每一天所面对的这一切 什么呢 你绝对少了你的不满 少了你的怨恨性 你不会不贫 因为你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今天这个人又给我出考题了 又要来磨我了 那我第一个生起来的是 感恩性 我眼前看到这个冤家对头 如果是以前的话 那火冒三千丈 那现在转了 心里又准备了 我随时等着他出招 他这一招打来的话呢 我要能挡得住 这就是我的福报 我有这个智慧 把他化解 如果他这一招太狠啊 挡不住 那就当作还债 我欠他的 我应当要还的 你说 你说 成佛前啊 要修清静心啊 要智慧广大深入海啊 你智慧哪来的 智慧就从这烦恼来的 当你面对眼前这一切的尘老 烦恼 当你自己稍稍有一点点的定会力 那不是那种大彻大悟的定会哦 就刚才我说的 就那么一点点的忍辱功夫 耐得住 世间法里头啊 这一些很容易转烦恼成不敌啊 你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来考我的 大概都是我的冤家对头 他也是六道众生之一 他在六道 我也在六道 这咱们谁摸谁都还不知道啊 等于是咱们必未平等 有什么好怕的 在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 哪里需要说冤家对头 稍稍一出招而已 哦 我们就倒了 哦 就暴跳如雷了 那你不就上当了吗 哦 哦 他在六道 我也在六道 公平竞争 所以我说 用我们的智慧 定会力 能消除的 能消除的 我们消除 不能消除的 躲不了的 当作还在想 而这六道里头 唯一可怕的 是魔王 魔 心魔 烦恼魔 外魔 博取 为什么这个可怕呢 这个是来耗你的菩提道心的 你这个要被考倒了 你连道都没有了 因为他不要我们修功德 他不希望我们求处理 所以在这六道 只要你发一念心 要求处理 祷告一次 莫告无常 你不学佛 你不念佛 求往生 保你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道上 只要你有一念道心 冤家对头来 那他绝对是为自己 他要跟咱们没有过去生的这个冤结的话 没有冤家对头 他打了算盘 还是咱们两个人的仗 该怎么算 但是呢 魔王波询 他派来的 就不是算这笔账了 魔王波询派来的 那是直接要障碍住你的道心 让你 退失 这个 打算要聊生死 要处理六道的这个念头 所以你看法杖地球像这样 你一定要有生智慧 至少啊 心中要有这个情境心 当自己眼里看烦恼的时候 你能看到自己的烦恼吗 如果连自己的烦恼都看不到的话 你说如何就要去降伏烦恼吸气啊 所以要内心清净 所有一切法门 哪个不叫修清净心啊 所谓一切行门尽心为药 净土 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 实在是我们没有 其他什么好值得说 我可以修到什么样的功夫境界 没有 我们只要一面对外头的财色名利 种种诱惑的话 没有一次能过关的 我们绝对不能说 哪来跟法杖地球比人家那个叫高才勇者 人家那个叫做信解铭记世界第一的 但是呢 一定要学法杖这样的法约 也就是 我今天进到这个佛门来了 智慧 再说的前一点 看清楚事实真相 这样浩如烟海的佛法 师父你要我看清楚是哪个真相啊 那么我们把它总过 你看穿两回事 第一 六道假的 第二 唯有念佛 这是真的 你把这良妆事情 用最浅的智慧来看 六道假的 无所有必尽空不可得 咱们不能亡生的那个大病 不是你没有资粮啊 是我们舍不得放不下 是我们舍不得放不下 能舍的放得下 立地成佛 为什么舍不得看不破放不下呢 就是少了一点智慧 被眼前这些假象 骗了 讲习里头我常常一再提醒他 恩爱眷属财产名利 地位享受 乃至于咱们的愿家在主 连这一生的烦恼习气 都是假的呀 我们就要从这一边去学 看得破放得下 但是每一次说师父 我们这个通通都是听说的 连师父自己也是听说的 放下了没有 没放下 那什么时候放下呢 快要死的时候 临终灌气前那个时候 我这个时候还是真正觉悟了 恩爱眷属假的 一切享受假的 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才看下 怎么会来不及呢 我这个时候一放下 我马上提起一句正念 念阿弥陀佛临终最后一念 不就蒙佛接迎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可想的美呢 你这个时候纵然能看破放下 但是呢 一生的烦恼习气 一生造的业 他要这个时候起作用 叫业力 还有那些 跟我们有捡不断理还乱的 那些冤情债主的账 这些都还没算清 临终最后通通献钱 你以为啊 连有围着你连搬住念 他们就不行了 你就把我往生啊 没这个道理啊 这个时候叫病荒马乱啊 你众人耳朵便听到连有一直提醒你 念佛念佛 你要记得念阿弥陀佛 要念佛求往生 恐怕这个时候自顾不暇 听是听到了 但是那一边是烦恼习气作主 愿情债主 又在那边给我拉一下扯一下 我还要分点心去应付他们 你众人听到阿弥陀佛名号 管用吗 不管用 所以等到临终最后这个时候才叫看破放下的 除非你真的有身后善根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的这个力量 大过于我刚才讲的这些烦恼习气怨家对头 阿弥陀佛 如果没有这个身后善根的话 都在这最后紧要关头 失去正念 因此 这个 你要有广大的智慧 你要有这个清净心来解决自己的烦恼大事 什么时候啊 现在开始 道理我都懂了 从哪儿开始呢 从慢慢去学着 看破放下开始 看破放下 谁不知道啊 但是诸位 如同白居玉 遇到那个禅师所讲的话 一样 纵然你三岁孩童能道的 但是呢 八十老翁行不得 莫说咱们这些 还没看到生死的放不下 你说那些七老八十九十的啦 你说他看破放下了吗 永远没看破 永远没放下 恩爱眷属放不下 你都八十啦 你儿子都五十六十 说不定他都做人家的爷爷啦 问问咱们这些圣贤人 七十八十的圣贤人 对于家亲眷属放下吗 挂念着孙子 孙子是儿子的事 挂念着你的真孙 真孙让你的孙子去操心 与你何干啊 那师父这样的话 咱们念佛求往生 就变成六亲不认了 什么都不行了 不死不认 照样想你的天伦之乐 儿子来看你啦 孙子来看你啦 真孙来看你啦 为什么不要呢 其乐也融融啊 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明白 这是我跟他的缘啊 既然是缘 缘具缘善啊 有真有假呀 我从这些真真假假 我要找的 只有念佛累积资粮 这个才是真的 所以从今天你读到这一段文开始 我们就发愿 也像法杖比丘一样 不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先求自觉 没有他这样深广的智慧啦 也不可能 把这个乘劳通通都断尽啦 法杖比丘 阿弥陀佛 后来建立了这个法门 只要我们掌握住这个求王身的技术 那就是 我怀恼断不了 那烦恼断不了要不要断呢 那既然都烦恼断不了了 你还断 那些是障碍我求王身的 人家那个是断烦恼 自己出三戒啊 我们做不到啊 那我怎么出六道的呢 是阿弥陀佛来带我 那阿弥陀佛来接引我 阿弥陀佛开给咱们的条件 是什么呢 在什么个情况之下 阿弥陀佛能够来接引我们呢 你能够临终最后一年 事情进行 是慈悲心 这就叫信中有阿弥陀佛 你这个时候听到人家叫咱们念佛 信中有阿弥陀佛 才能感应到脚啊 这样撑到临终最后一念 还是阿弥陀佛 才能与阿弥陀佛的大愿 相应 阿弥陀佛与主圣众 陷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是要成功的把阿弥陀佛 给引起来 这西方三圣要都陷在我面前了 那后头怎么去极乐世界 怎么处理六道 这个你都不必操心啊 自自然然就跟着阿弥陀佛走 所以我们学习阿弥陀佛的 自己修行的功夫 罚葬自己修行的功夫 那个超越无边恶趣门 我们通通都把它归到这一句阿弥陀佛明好功德 那如果你要修这个自己断烦恼的法门 那确实有它的程序 三界轮回内的烦恼有哪些 你该怎么去断 断了三界烦恼以后阿罗汉辟之佛 那又有哪些比较威胁的烦恼 你要去断 断尽了 那你才叫 建一份真心 这样你才能超过无边恶趣门 像他们那样 怎么都要寂静一阵法界 你那才真正看到自信 那才谈得上 素道菩提就尽难 那对法上比丘来说 他没有阿弥陀佛 所以他肯定是寻事渐进 暗部就班 但是你别忘了 人家是高财勇者 信节铭记细节第一的 他断烦恼 他处离六道 证得无上证诀 这不难 那我们今天学着法障的 这六句话的法院 唯一今天能够帮助我们 落实这个自觉成就 那就是把心一按在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上 这个法门殊胜 你今天念佛 你能成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印了 完全印了法障比丘这六句话 统统都实现了 神到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 智慧广大 神如海 你说师父 这咱们可是 一凭烦恼都没有断 带业往生的呀 经上也明明说的 咱们这些带业往生的凡夫 虽然说给我们一个天人的身份 你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还是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徒 没错 那请问什么叫做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呢 那除非你是身边第一城 你还没见阿弥陀佛 如果是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应我 我是九品往生的 哪怕我下下品的那一个 是吧 多久 十二大节 十二大节要跟无量节来比的话 那十二大节的时间就少了 有哪个法门可以从凡夫这样子 修十二节 就到八地菩萨 没有 所以永明大师才敢说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啊 但是对眼前咱们这些 莫罚众生 你说你啊 怎么个用功去修 我说修死了 什么叫做智慧广大神如海 只有听得分啊 只有听得分啊 你想落实智慧广大神如海 唯有求生极乐世界 第二 内心清净绝成老 我们常讲 咱们在六道说婆啊 断不了烦恼 我们内心从来就没有清净过 这句话是真的 但是人家正法时期 像法时期 你看那个 人家断烦恼 断这个正阿罗汉 多容易啊 末法 谁叫咱们生在这个末法时期啦 你要真气一点的话 你怎么三千年前 你不生在释迦牟尼佛会下 如果是的话 可能你也走了 认清楚眼前的真相 你今天要内心真正得清净心 难 可我今天遇到净土念佛法门 阿弥陀佛只要求我 要求我们什么呀 知识明浩 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 得以心不乱 你说七天怎么可能成就啊 好 那咱们换一换来说 从你今天遇到的净土念佛法门开始 指齿明浩 从今天这若一日 再经过二三四五六日 那若七日呢 临终断气前那个时候 就是你的第七天 这种心了吧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从这一刻开始 一直到临终断气 只要你对这一句名号 能支持到一心不乱 念着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你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烦恼断了没有 烦恼没断 那还不是一样 那不一样 心中只有阿弥陀佛的人 虽然烦恼没有断 但是那个烦恼当一要起作用 阿弥陀佛力量就把它压下去 我们今天要不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今天要不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 你们不能往上了 所以内心清净绝成老 我们无不能断成老 但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真的提起这一句正念 古德表演也好 视线也好 做给我们看也好 从若一日到若七日的也有 从那些一生不念佛的到临终才念佛求往生的也有 但是你看多少也有这些 我想这个大概也是菩萨来实现的 实现什么呢 实现给我们看 一生是多么的用功念佛的到临终偏偏不念佛的更多 你问什么原因呢 看不破放不下 也就是说 平时的念佛 根本没有掌握住 看破放下 所以你也念佛啊 没有得清净心不烦恼啊 那我们看更多的今天的念佛人 求人天福报的更多 这一句 这一句内心清净绝成老 你只要把净土经论看明白了 你能庆幸今天在这末法 我遇到这个无需断烦恼 凡夫烦恼的法门 第三 超过无边恶趣门 凡夫 到那段烦恼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阿罗汉 辟知佛 十法界里头的全教菩萨 十法界里头的全教菩萨 把贱死祸断尽 破一品无名 你说 你要超越多少的恶趣门 这今天净土念佛法门 就在娑婆世界 以凡夫的身份 念到跟阿弥陀佛感应 只要能感到阿弥陀佛来接应我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会土 一下就变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 你说 这咱们超越了多少无量无边的恶趣 这笔账咱们算过了吗 你要由算算过的话 那你真的要开心啊 这叫万劫难逢无上宝 怎么今天就让我遇到了呢 第四句 速到菩提就进来 我要真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刚才讲的 夏夏平王山 十二大劫 化开见佛 无生人 把地 如果按世尊一般的说法 把地九地十地 一个阿神七劫 然后就等绝 等绝再上去 就是成佛 也就是 多久成佛啊 从你夏夏平王山 十二大劫 再加上一个阿神七劫 你说 还有哪一个法门 从凡夫位 一直到等绝位 是这么快速的 所以 为什么诸佛都叫自己的学生去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成佛夸耀 你法愿要素成佛 那就去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 完全没有 虽然没有断 我只是把一切的烦恼降服住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殊胜之处 虽然待业往生有烦恼 你在极乐世界没有机会起烦恼 烦恼很多啊 但是呢 拍不上佣场啊 我们真还没有想象过 什么叫做烦恼很多 我这个时候想起烦恼 一直想办法要起烦恼 但是呢 就是找不到 起不了烦恼 那你看在我们说佛六道里头 不必去找怎么起烦恼 每人惹你 你都可以自己啊 跟自己过不去 起烦恼了 所以我们常说 咱们今天末法修行 咱们断不了烦恼 那么 到底我们能不能断烦恼啊 如果修行断不了烦恼 怎么可能原成佛道呢 无名贪嗔 这些烦恼稀奇 咱们在世尊这一会下 身在这个娑婆会土 因为环境的关系 你就断不了烦恼 现在我要说的是 我们有没有能力断 有 但是除在释迦牟尼佛这个环境 有能力断也断不了 因为环境太差了 好 换一个环境 把我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同样一个人 你在娑婆六道 有多少的烦恼 一个都不老 通通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免得你说不公平 你看 在娑婆那边的时候 就是因为烦恼很多 所以断不了烦恼 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烦恼少了嘛 所以就可以断烦恼了 那你现在要明白 带叶往生 当初你断气 你带的叶 通通带去 你没有落下任何的一个叶 留在娑婆 我忘了 这个我忘记带了 没有 你在娑婆有多少 打包 通通带去极乐世界 这样才公平啊 那为什么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就能够断烦恼了呢 阿弥陀佛就发明了 这个世界 缘太好了 没有一个缘啊 可以让你骑贪嗔吃的 也就是说 无名贪嗔皆勇无 在娑婆 你死了这条心 无名贪嗔皆勇无 在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你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无名贪嗔皆勇无 只要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就获尽过亡 你什么迷惑 你什么迷惑颠倒 连小小的过失都没有 我作佛是国中五不善民啊 西方极乐世界 还能让你找到有一点点的不善 那就不叫极乐 你不服吗 那你等读到后面第六评 你去看看 人家法杖比丘是怎么发愿的 怎么修行的 才能够成就他今天这个极乐世界 国中五不善民 你那个时候才真的佩服他五体头地啊 在极乐世界有的 善内力啊 它是什么善内 总而言之 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圆满具足一切的定位 而且更殊胜的是 在极乐世界咱们修行的 我们的这种功夫境界 还有分自力 还分佛力 自力就是你自己修到什么功夫境界 佛力就是去到极乐世界 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力加持 你看阿弥陀佛大愿里头说的 所有往生的我西方极乐世界的 在我大愿加持之下 皆作阿为悦之 那是在佛力加持之下 你就是八地菩萨 那么你说 咱们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可能不得阿弥陀佛大愿加持 更殊胜的是 更殊胜的是 我离开了极乐世界啊 我现在要到他方诸佛国土去度众生 仍然得到阿弥陀佛大愿力加持 换一句话说 不管你到哪儿去 你都是阿弥陀佛大愿 你永远都得不退传 这是得佛力加持 我们得这三美力 那如果你想论自立 修行功夫的话 刚才说了极乐世界圆好啊 所以你在极乐世界修行 只有进步 不会退步 在极乐世界天天听经文法 听阿弥陀佛说法 有情众生给你说法 无情众生给你说法 你一天天常以清淡 各以一格 沉重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每一天到他方去 听十万亿佛给你讲经说法 你说你不开悟 那都难啦 这是自立修行的境界 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那种修行功夫啊 这一天不晓得要跳多少极啊 那在我们六道说破修行 不要说跳极 没掉下去就了不起了 那你看 这两个怎么比 我给大家说这些 是先认识法杖比丘 他求 就是他发愿 他是要怎么样的 让自己定会力 能够成就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读了他这六句 一个节目 怎么呢 一句都做不到 在座诸位 你自己挑 从智慧广大 深入海 一直到霍境过王三魅力 你说你哪一句你有信心做的 那我们不是遇到净土念佛法门的吗 就用这个净土法门 来落实咱们今天法杖比丘发的这六愿 这六条 那你看这样一相对的话 从智慧广大深入海 一直到霍境过王三魅力 怎么 只要肯念佛 只要肯看破方向 只要能求愿往生 只要可以得往生 法杖比丘的 这六句求证诀 我们就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事都解决了 但是你得试食物啊 试食物是什么呢 这今天末法 唯有义者 这个法门 那么我们这样读下来的话 到目前为止 还没看到几个世界 人家都还没成佛 我们只是 事先 先把我们知道的 看看如何落实法杖比丘的 这个自己先得利 要不然的话 拿掉这净头念佛法门的话 你对这六句 只有赞叹 你看他做到我做不到啊 那我给周围说 这今天我们这六句 照样能够做到 不就把它 归一道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吗 啊 我们是这样的 来认识法杖比丘 他法愿求自觉的 这个内容 如何让我们 隐身到 对这个净头法门 他的信心 今天事先到 求自觉的 这段文 就为大家报告到此地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今天一次讲经听尽功德 请愿进功老和尚 法体安康阿弥陀佛 您者并什么 愿意扯公德 爱庄颜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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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课到此结束 明天讲堂起见最后一场清明中风三十七年法会 超度遭遇堕胎英灵 不幸流产英灵 胎死腹众英灵 一切无事英灵 新冠肺炎众生 新冠肺炎疑难众生 同修历代祖先广生至亲 个别累结父母思想 焉金在主和净空老和善之累结 焉金在主 佛事开始是下午一点三十分 一点三十分 请同修们留意广赏直播 阿弥陀佛 佛旺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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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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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